A'udhu Billahi Minash Shaitan Ar-Rajim Bismillahi Ar-Rahmani Ar-Rahim Bismillahi Minash Sha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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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Rahim 你的主对纵天神说 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 他们说 我们赞你超觉 我们赞你亲近 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留学者吗 他说 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他将万物的名称都交受阿丹 然后以万物昭示纵天神说 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吧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他们说 赞你超觉 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 我们毫无知识 你却是全知的 却是智瑞的 他说 阿丹啊 你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他们吧 当他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了他们的时候 真主说 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 我的确知道天地的优先 我的确知道你们所表白的 和你们所隐晦的 当时我的众天神说 你们向阿丹叩头吧 他们就叩头 唯有Iblis不肯 他自打 他原是不信道的 我说 阿丹啊 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 你们俩可以任意地吃原理所有丰富的食物 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 否则就要变成不义的人 然后魔鬼使他俩为那棵树而犯罪 主将他们俩从所居的乐园中诱出 我说 你们互相仇视的下去吧 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 然后阿丹奋道 从主降世的几件诫命 主就饶恕了他 主却是治愈的 却是致辞的 我说 你们都从这里下去吧 我的引导 如果到达你们 那么谁忠从我的引导 谁在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不信道 并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火域的居民 他们将永至其中 以色列的后夜啊 你们当铭记 以我所赐你们的恩惠 你们当履行对我的约言 我就履行对你们的约言 你们应当只畏惧我 你们当信我所降世的 这能证实你们所有的经典 你们不要做首先不信的人 不要以廉价出卖我的迹象 你们只应当敬畏我 你们不要明知互犯的 以为乱真 隐晦真理 你们当棘手拜公 玩纳天客 与鸡公者同其鸡公 你们是读经的人 怎么劝人为善而忘却自身呢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你们当借奸人和礼拜而求幼主 礼拜却是一件难事 但对公信的人却不难 他们却信自己必定见主 必定归主 以色列的后裔啊 你们当铭记我所赐你们的恩典 并铭记我曾使你们超越世人 你们当防备 将来有这样的一日 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一点忙 任何人的说情都不能接受 任何人的赎金都不能采纳 他们也不获冤注 当时我拯救你们脱离了法老的百姓 他们使你们遭受酷刑 屠杀你们的儿子 留从你们的女子 这是从你们的主将下的大难 我为你们分开海水 拯救了你们 并逆杀了法老的百姓 这是你们看着的 当时我与谋撒约期四十日 在他离别你们之后 你们认读为神 你们是不义的 在那件事之后 我恕饶了你们 以便你们感谢 当时我以经典和证据赏摩萨 以便你们终寻证道 当时摩萨对他的宗族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因印度为神而自欺 故你们应当向造物主毁罪 应当处死罪人 在真主看来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他就奢佑你们 他却是制设的 却是制辞的 当时你们说 摩萨啊 我们绝不信你 直到我们亲眼看见真主 故积累 吸积了你们 这是你们看着的 在你们因此之后 我使你们苏醒 以便你们感谢 我曾使吃白云遮蔽你们 又将甘霖和鸩唇给你们 你们可以吃我所供给你们的加美的食物 他们没有损害我 但他们自欺 当时我说 你们进这城里去 你们可以任意地吃其中所有丰富的食物 你们应当居功而进城门 并且说是我重负 我将奢佑你们的种种罪过 我要后报善人 但不义的人改变了他们所奋的主营 故我将天灾与不义者 那是由于他们的犯罪 当时摩萨替他的宗族取水 我说你用手杖打那磐石吧 十二的水泉 就从那磐石里拥出来 各部落都知道自己的饮水处 你们可以吃饮真主的鸡样 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当时你们说 摩萨尔专吃一样的食物 我们绝不能忍受 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 为我们生出大地上所产的蔬菜 黄瓜 大蒜 扁豆和玉葱 你说 难道你们要以娇贵的换取娇剑了吗 你们到一座城里去吧 你们必得自己所请求的食物 他们陷于卑贱和瓶控中 他们应受真主的浅怒 这是因为他们不信真主的迹象 并且妄杀纵贤之 这又是他们违抗主命超越法度 信道者 犹太教徒 基督教徒 拜信教徒 凡信真主和末日而皆行善 将来在主的那里 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 他们将来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当时我与你们缔约 并将山树立在你们的上面 我说 你们当坚守我所赐你们的经典 你们当牢记其中的律略 以便你们敬畏 以后你们背叛 假若没有真主赏赐你们的恩惠和 慈恩 你们必定变成亏学者 你们却已认识你们中有些人 在安息日超越法度 故我对他们说 你们变成悲见的冤口吧 我以这种刑罚为前人和后人的借鉴 与敬畏者的教训 当时摩萨对他的宗族说 真主的确命令你们载一头牛 他们说 你愚弄我们吗 他说 我求真主保佑我 以免我变成愚人 他们说 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 为我们说明那头牛的情状 他说 我的主说 那头牛却不老不少 年龄时钟 你们遵命而行吧 他们说 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 为我们说明那头牛的毛色 他说 我的主说 那头牛毛色重簧 见着喜悦 他们说 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 说明那头牛的情况 因为在我们看来 牛都是相似的 如果真主抑郁 我们必获知道 他说 我的主说 那头牛不是受过凶炼的 既不耕地 又不转水车 却是完美无斑的 他们说 现在你解释真相了 他们就宰了那头牛 并非出于自怨 当时 你们杀了一个人 你们互相抵赖 而真主是要揭穿你们所隐晦的 真实的 故我说 你们用他的一部分打他吧 真主如此 使死者复活 并以他的迹象 昭示你们 以便你们了解 此后 你们的心变硬了 硬得像石头一样 甚至比石头还硬 有些石头 河水从其中涌出 有些石头 自己破裂 而水全从其中流出 有些石头 为惧怕真主而坠落 真主 绝不忽视 你们的行为 你们还许图 他们会为你们的劝话 而信道吗 他们当中 有一派人 曾听到真主的言语 他们既了解之后 便明知故犯地 加以篡改 他们遇见信使们 就说 我们已信道了 他们私下 彼此聚会的时候 他们却说 你们把真主 所启秀你们的 告诉他们 使他们将来 在主那里 聚此与你们争论吗 难道你们不了解吗 难道他们不晓得 真主是知道 他们所隐晦的 和他们所表白的吗 他们中有些文盲 不知经典 只知妄言 他们专事猜测 哀哉 他们亲手写 经然后说 这是从真主 所降世的 他们欲借此 换取些微的代价 哀哉 他们亲手 所写的 哀哉 他们自己 所隐谋的 他们说 火绝不接触 我们除非若干 有数的日子 你说 真主是绝不爽约的 你们曾以真主 递接盟约呢 还是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说出自己 所不知道的事呢 不然 凡作恶 而为其罪孽 所包罗者 是火狱的居民 他们将 永聚其中 心道 而且行善者 是乐园的居民 他们将 永聚其中 当时 我与以色列的后裔 递接盟约说 你们应当 只崇拜真主 应当孝敬父母 和睦 亲戚 怜悯孤儿 正极贫民 对人说善言 谨守拜公 玩纳天课 然后 你们说 少数人外 都违背约言 你们是 常常爽约的 当时 我与你们 第一 说你们 不要再 自相残杀 不要把同族的人 逐出境外 你们已经承诺 并且证实了 然后 你们互相自杀 而且 把一部分 同族的人 逐出境外 你们同恶 相及 狼狈 为奸的 对付他们 如果他们 被俘 来归 你们却替他们 赎身 驱逐他们 但你们是 违法的行为 你们却信 经典中的一部分 律列不信 别的一部分吗 你们中 作词试者 其报酬 不外在 今世生活中 受辱 在复活日 被判受罪 严厉的心法 真主 绝不忽视 你们的行为 这等人 是以后世 换取今世生活的 故他们 所受的刑罚 不被减轻 他们也不被 冤住 我却把经典赏赐 摸撒 并在他之后 继续派遣了 许多使者 我把许多名证赏赐 给 玛丽亚之子 尔撒 并以 玄灵 辅助他 难道每份 使者 把你们的 死心 所不喜爱的 东西 带来给你们 的时候 你们总是 忘自 宗大吗 一部分 使者 被你们 加以否认 一部分 使者 被你们 加以杀害 他们说 我们的心 是有门地的 不然 真主 为他们 不信道 而弃绝他们 故他们的 信仰 是很少的 当一部 经典 能够证实 他们所有的经典 从真主 降临 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信他 以前 他们常常 祈祷 希望这次来 克服不信道德 然而 他们愿意 认识真理 降临他们的时候 他们不信他 故真主 弃绝 加以不信道者 他们因真主 把他的恩惠 降丝 施给了他 所抑郁的仆人 故心怀 嫉妒 因而 不信真主 所启示的经典 他们为此 而出卖自己 他们所得的代价 真恶劣 故他们 应受加倍的浅怒 不信道者 将受痛苦的 凌辱的心法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 信真主 所降丝的经典 他们就说 我们信 我们所受的启示 他们不信 此后的经典 其实 这部经典 却是真实的 能证实 他们所有的经典 你说 如果你们是信道的人 那么你们以前 为什么万杀先知呢 摩扎却招视你们 许多名证 他离开你们之后 你们却认读为神 你们是不义的 当时我与你们 地约 并将山 树立在你们的上面 我说 你们当坚守 我所赐你们的经典 并当听从 他们说 我们听而不从 他们不信道 故对毒之爱 以泣逝了 他们的心灵 你说 如果你们是信实 那么你们的信仰 所命你们的真恶劣 你说 如果在真主那里的 后世的安宅 是你们私有的 他人不得共享 那么你们若是诚实的 你们就希望早死吧 他们因为曾经犯罪 所以绝不希望早死 真主对于不义的人 是全知的 你必发现 他们比世人还贪生 比那些 以物配主的人 还贪生 他们就每个人 都愿享受千岁 但他们 纵想上手 终不免 要受刑罚 真主是明察 他们的行为的 你说 反仇是 几不利利的 都是因为 他犯真主的命令 把 取事 降在你的心上 以正视古今 引导世人 并向新世们 报信 反仇是真主 众天神 众使者 以及吉布利利 和米卡里的 许知真主 是仇是不信道德 人们的 我却一将是你 许多明显的迹象 只有罪人们 不信他 他们每坟 递接一个门约 不是就有一部分人 抛弃他们 不然他们 大半是不信道的 当一个使者 能证实他们 所有的经典 从真主那里 来领他们的时候 兴奋天经中的 有一部分人 把真主的经典 抛弃在他们的背后 好像他们 不知道一样 他们踪随 众恶魔 对于苏莱曼的国权 所宣读的 污蔑言论 苏莱曼没有叛道 众恶魔 却叛道了 他们教人魔术 并将巴布林的 两个天神 哈鲁特和马鲁特 所得的魔术 教人 他们俩在 教授任何人之前 必说 这只是誓言 故你们不可叛道 他们就从 他们俩那里 学会了 离间夫妻的魔术 但不得真主的许可 他们绝不能用魔术 伤害任何人 他们学了 对自己有害而无益的东西 他们却已知道 谁构取魔术 谁在后世 绝无福分 他们因此出卖自己 这代价 真恶对 假若他们知道 必不肯学 假若他们信道 并且敬畏 那么从真主那里 降下的报仇 必定是更好的 假若他们知道 必信道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不要对従者说 来因了 你们应当说 文朱儿呢 你们应当听从 不信道者 接受痛苦的心法 不信道者 兴奋天经和一物配主的 都不愿有任何福利 从你们的主将 临于你们 真主把他的慈恩 专赐给他所抑郁的人 真主是有红恩的 但是我以前所废除的 或使人忘记了启事 我必以更好的 或同样的启事代替他 难道你不知道 真主对于万事 是全能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 真主有天地的割权吗 除真主外 你们既没有任何保护者 也没有任何援助者 你们想请问你们的使者 像以前他们请问 蒙撒一样吗 一阵道换取魔仪物的人 却已迷失传道了 兴奋天经的人当中 有许多人 我愿你们在 具信道之后 变成不信道者 这是因为他们在 真理之后 济视你们的缘故 但你们应当 饶恕他们 原谅他们 直到真主 发布命令 真主对于万事 却是全能的 你们应当 谅守拜公 完纳天课 凡你们为自己 而行的善 你们将在 真主那里 发现其报酬 真主却是 监察你们的行为的 他们说 除幼代教徒 和基督教徒外 别的人 绝不得入乐园 这是他们的妄想 你说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那么你们拿出证据来吧 不然 凡全体归送真主 并且行善者 将在主的那里 享受报酬 他们将来 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犹太教徒 和基督教徒 都是诵读天经的 犹太教徒 却说 基督教徒 毫无凭据 基督教徒 也说 犹太教徒 毫无凭据 无知识的话 他们也说这种话 故复活日 真主将判决 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阻止人入清真寺去念诵 真主的宗民 并且企图 拆毁清真寺者 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 这等人 除非在惶恐之中 不义进清真寺去 他们在今世将受凌辱 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刑罚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 无论你们转向哪个方向 哪里就是真主的方向 真主却是宽大的 却是全知的 他们说 真主以人为子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 不然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一切都是服从他的 他是天地的创造者 当他判决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只对那件事情说有 他就有了 无知者说 为什么真主不和我们说话呢 为什么 不有一种迹象降临我们呢 他们之前的人 也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的心是相似的 我却以为都信的民众 传明许多迹象了 我却以使你本真理 而为报喜着和警告着 你对火域的居民不负责任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绝不喜欢你 直到你顺从他们的宗教 你说 真主的指导确实指导 在知识降临你之后 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 那么你绝无任何保护者 或援助者 你反抗真主 蒙我赏资经典 而切实的加以宗守者 是信纳经典的 不信纳经典者是亏舍的 以色列的后爷啊 你们应当铭记 我所是你们的恩典 并应当铭记 我曾使你们超越世人 你们当防备 将来有这样的一日 任何人不能替任何人帮一点忙 任何人的属经都部门接受 说情对于任何人都无批议 他们也不获冤主 当时 伊布拉辛的主 用月干诫命 试验他 他就实现了这些诫命 他说 我必定任命你为众人的诗表 伊布拉辛说 我的一部分后裔 也得为人诗表吗 他说 我的任命 不包括不义的人们 当时我以天房为众人的归宿地和安宁地 你们当以伊布拉辛的立足地为礼拜处 我命伊布拉辛和伊斯玛伊说 你们俩应当为悬崖制定者 前程助手者 鞠躬叩头者清除我的房屋 当时伊布拉辛说 我的主啊 求你使这里变成安眠的地方 求你以各种粮食供给这里的居民 他们中信真主和末日的人 他说 不信道者 我将使他暂时享受 然后强迫他去受火星 那结果真恶劣 当时伊布拉辛和伊斯玛伊 竖起天房的基础 他们俩祈祷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意 你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职的 我们的主啊 求你使我们变成你的两个圣民 并从我们的后裔中 创造出归顺你的民族 求你招式我们朝顶的礼仪式 求你肃扰我们 你却是智慑的 却是智慈的 我们的主啊 求你在他们中间 派遣一个同族的使者 对他们宣读你的启示 教授他们的天经和智慧 并且寻掏他们 你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瑞的 除万字菲薄者外 谁愿摒弃伊布拉辛的宗教呢 在今世 我却于拣选他 他要在后世 他必居于善人之列 当时他的主对他说 你归顺吧 他说 我已经归顺全世界的主了 伊布拉辛和伊尔顾巴 都曾以此嘱咐自己的儿子说 我的儿子们啊 真主 所以兼学你们 选择了这个宗教 所以你们除非成了 归宿的人不可以死 当伊尔顾巴临死的时候 你们在场嘛 当时他对他的儿子们说 我死之后 你们将崇拜什么 他们说 我们将崇拜你所崇拜的 和你的祖先 伊布拉辛 伊斯玛伊 伊斯哈克 所崇拜的独一的主宰 我们只归顺他 那是已逝去的民族 他们得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你们得享受 你们的行为的报酬 你们对他们的行为不负责任 他们说 你们应当变成 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 你们才能获得正道 你说 不然 我们宗雄 信奋正教的伊布拉辛的宗教 他不是已无配主者 你们说 我们信我们所受的启示 与伊布拉辛 伊斯玛伊 伊斯哈克 伊尔顾巴 和各支派所受的喜事 与摩萨和尔萨 受赐的经典 与众先知 所受的经典 我们对他们中 任何一个都不加以启示 我们只归顺真主 如果他们像你们这样信道 那么他们却是宗雄正道的 如果他们背弃正道 那么的 他们只限于反对中 真主将替你们抵御他们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知的 你们当保持真主的洗礼 有谁比真主士气更好呢 我们只崇拜他 你说 难道你们和我们争论吗 其实 他是我们的主 也是你们的主 我们将受我们行为的报酬 你们也将受你们自己行为的报酬 我们只是忠于他的 难道你们说 以布拉辛 以斯玛 以斯哈 以尔顾巴和各支派 都是优待教徒 和基督教徒吗 你说 你们更有知识呢 还是真主更有知识呢 自己手中 有从真主降世的证据 而加以 隐晦的人 有谁 比他们还不易呢 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 那是以逝去的民族 他们得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你们也得享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你们对他们的行为 不负责任 一般愚人将说 他们为什么要背弃 他们原来所对的朝向呢 你说 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 他把他所抑郁的人 引上正路 我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 以便你们作证世人 而实者作证你们 我以你原来所对的方向 为朝向 只为辨别 谁是重从实者的 谁是背叛的 这却是一件难事 但在真主所晕倒的人 却不难 真主不致使你们的信仰 徒劳无仇 真主对于世人 却是挚爱的 却是挚质的 我却一见你反复的仰视天空 故我 必使你转向你所喜悦的方向 你应当把你的脸转向镜子 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该把你们的脸转向镜子 曾受天经者必定知道 这是从他们的主将士的真理 真主绝不忽视他们的行为 即使你以一切迹象 昭示曾受天经者 他们也必不顺从你的方向 你也绝不顺从他们的朝向 他们各守自己的朝向 互不相从 在知识降临你之后 如果你顺从他们的私欲 那么你必定是不义者 蒙我赏赐经典的人 认识他 犹如认识自己的儿女一样 他们中有一派人 的确明知故犯的隐畏真理 真理是从你的主将使得 故你绝不要怀疑 个人都有自于所对的方向 故你们当真心为神 你们无论在哪里 真主将要把你们记合起来 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 你无论从哪里出去 都应当把你的脸转向镜子 这却是从你的主将使的真理 真主绝不忽视你们的行为 你无论从哪里出去 都应当把你的脸转向镜子 你们无论在哪里 都应当把你们的脸转向他 以免他人对他有借口 为他们中不义的人除外 但你们不要畏惧他们 你们当畏惧我 以便我成全我所顺于你们的恩典 以便你们遵循正道 犹如我派遣你们组中的一个使者 来教化你们 对你们宣读我的迹象 凶涛你们 教授你们天经和智慧 并将你们所不知道的 教训你们 故你们当记忆我 你们记忆我 我就记忆你们 你们当感谢我 不要辜负我 信道的人嘛 你们当借奸人和拜公 而求幼助 真主却是与奸人者同在的 为主道而被杀害的人 你们不要说他们是死的 其实他们是活的 但你们不知觉 我必以些微的恐怖和军行 以及财产生命收获等的损失 试验你们 你们当向坚忍的人报信 他们遭难的时候说 我们却是真主所有的 我们必定只归于他 这等人是门真主的 孤佑和慈恩的 这等人却是宗玄正道的 在法和麦尔维是真主的标识 举行大朝或小朝的人 无妨由此两三 自愿行善者必得善道 因为真主却是后报的 却是全知的 我在经典中 为世人传明正道之后 隐晦我所降世的明正和正道的人 真主弃绝他们 一般诅咒者都诅咒他们 唯毁罪自心 阐明真理的人 我将奢诱他们 我是聚赦的 是聚词的 终生不信道 临死还不信道的人 必受真主的弃绝 必受天神和全体人类的诅咒 他们将永居火翼 不免减刑 不获宽限 你们所崇拜的是独一的主宰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制人的 是至死的 天地的创造 昼夜的轮流 令人航海的传播 真主从游中降下雨水 而借他是以死的大地附身 并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 与分向的转变 天地间受制的勇 对于能思维的人 看来此中 却有许多迹象 有些人 在真主之外 还有别的崇拜 当作真主的匹敌 他们敬爱那些匹敌 就像敬爱真主一样 信道的人们 对于敬爱真主 尤为诚恳 当不义的人 看见刑法的时候 假若他们知道 一切权利都是真主的 真主是 刑法严厉的 当时被随从的人 看见刑法 而与随从的人绝交 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都断绝了 随从的人将说 但愿我们得凡与成事 那么我们将与他们绝交 犹如他们与我们绝交一样 真主将这样一发的行为 招视他们 使他们感到悔恨 他们绝不能逃出火域 众人啊 你们可以吃大地上 所有合法 而且加美的事物 你们不要随从恶魔的步伐 他却是你们的名敌 他只以罪恶和丑事命令你们 并教你们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说出你们所不知道的事 有人劝他们说 你们应当遵守真主 所降世的经典 他们就说 不然我们要遵守 我们祖先的遗教 其实他们的祖先 无知无识 不寻正道 他们也要遵守 他们的遗教吗 你号召不信道者 就像叫唤只会听 呼唤的声讯一样 他们是聋的 是雅的 是瞎的 故他们不了解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可以吃 我所供给你们的 加美的食物 你们当感谢真主 如果你们只崇拜他 我只敬见你们吃 自死物 血液 猪肉 以及送真主 知名之外 而宰的动物 凡为势所迫 非出于自愿 且不过分的人 虽是敬物 毫无罪过 因为真主 却是秩序的 却是致辞的 隐晦真主所 降世的经典 并已廉价出卖 他的人 只是把火通到肚子里去 在复活日 真主既不和他们说话 又不清抵他们的罪恶 他们加受痛苦的刑罚 这等人 以正道换取迷雾 以奢诱换取罪行 他们真能忍受火星 这是因为真主 降世包含真理的经典 违背经典的人 却已陷入长远的反对当中 你们把你们的脸 转向东方和西方 都不是正义 正义是信真主 信末日 信天神 信天经 信先知 并将所爱的财产 施及亲戚 孤儿 贫民 旅客 乞丐 和熟取奴隶 当 谨守败宫 玩那 天客 旅行约言 忍受贫困 患难和战争 这等人 却是忠诚的 这等人 却是敬畏的 信道的人们啊 今以杀人者抵罪 为你们的定制 公民 抵偿公民 奴隶 抵偿 抵偿 妇 抵偿 妇 如果 失心 有所宽舍 那么 一方提出 一礼提出要求 一方 因一礼 而给予赔偿 这是你们的主 所降世的 减轻和恩 此 事后 过分的人 将受痛苦的心法 有理智的人们啊 你们在 抵罪律中 获得生命 以此为之 以便你们敬畏 你们当中 若有人在 临死的时候 还有遗产 那么应当 为双心和至今 而秉公 遗嘱 这一位 你们的定制 这是敬畏者 应尽的义务 继闻 遗嘱之后 谁将遗嘱更改 谁负更改的罪过 真主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知的 若恐遗嘱偏资 或妄法 而为其亲属调节 那是毫无罪过的 真主却是致舍的 却是致辞的 近道的人们啊 摘戒 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犹如他曾经为前人的定制一样 以便你们敬畏 故你们当斋戒 有数的若干日 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 当一所缺的日数而补斋 难以斋戒者当 纳法属 既一餐饭 是给一个平民 自愿行善者 必获更多的善报 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赖马丹月中 开始降世古兰经 指导世人 昭世民正 以便宗雄正道 分殿真为 固在此月中 你们应当斋戒 害病或者旅行的人 当一所缺的日数 补斋 真主要你们便利 不要你们困难 以便你们补足取所缺的日数 以便你们赞胜真主 引导你们的恩德 以便你们感谢他 如果我的仆人询问我的形状 你就告诉他们 我却是临近的 却是答应祈祷者的祈祷的 当他祈祷我的时候 故叫他答应我 信仰我 以便他们终寻正道 斋戒的夜间 总许你们和妻室交接 他们是你们的衣服 你们是他们的衣服 真主已知道你们自欺 而饶恕你们 赦免你们 现在 你们可以和他们交接 可以求真主 为你们所注定的子女 你们可以吃 可以饮 使灵明时 天边的黑线和白线 对你们截然划分 然后整日的斋戒 至于夜间 你们在清真寺里 幽居的时候 不要和他们交接 这是真主的法度 你们不要临近他 真主这样为世人 缠明他的迹象 以便他们继位 你们不要借榨树 而清通别人的财产 不要以别人的财产 贿赂官吏 以便你们明知 故犯地借罪行 而充实别人的 一部分遗产 他们询问 新月的情状 你说 新月是人事 和朝景的实际 正义绝不是 从房屋后面 穿动进去 但正义是敬畏 你们当从门户 走进房屋 当敬畏真主 以便你们成功 你们当为主道 而抵抗 敬攻你们的人 你们不要过分 因为真主 必定不许爱过分者 你们在哪里 发现他们 就在哪里杀戮他们 并将他们逐出境外 犹如他们从前 驱逐你们一样 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 你们不要在 近似附近 和他们战斗 直到他们 在那里进攻你们 如果他们进攻你们 你们就应当杀戮他们 不信道者的报酬 是这样的 如果他们停战 那么真主 却是制设的 却是制辞的 你们当反抗 他们直到迫害消除 而宗教专为真主 如果他们停战 那么出不义者外 你们绝不要侵犯任何人 禁阅 抵抗禁阅 凡应当宗敬的事物 都是互相抵抗的 谁侵犯你们 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报复谁 你们当敬畏真主 当知道真主是与敬畏者 同在的 你们当为主道而施舍 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 你们应当行善 真主的确喜爱 行善的人 你们当为真主 而完成大潮和小潮 如果你们被空于中途 那么你们应当 献一只义德的牺牲 你们不要剃发 直到牺牲到达七定所 你们当中 谁为生病或头部有疾而剃发 谁应当斋戒或施舍 或献身作为伐属 当你们平安的时候 凡在小潮后享受大潮的人 都应该献一只义德的牺牲 凡不能献身的 都应当在大潮期间 斋戒三日 归家后斋戒七日 共计十日 这是家眷 不在禁似区域内的人 所应当尽的义务 你们当尽畏真主 你们当知道 真主的刑法是严厉的 潮禁的份 是几个可知的月份 凡在这几个月份内 绝计潮禁的人 在潮禁中 当戒除淫辞 恶言 争辩 凡你们所行的善功 真主都是知道的 你们当以敬畏当作吕飞 因为最好的吕飞是敬畏 有理智的人啊 你们当敬畏我 寻求主的恩惠 对于你们是无罪的 你们从阿拉伐特 绝对而行的时候 当在禁标附近 纪念真主 你们当纪念他 因为他曾教导你们 从前你们却是迷雾的 然后你们从众人 结对而行的地方 结对而行 你们当上真主求饶 真主却是制设的 却是制辞的 你们在举行 潮禁的典礼之后 当纪念真主 又如纪念你们 祖先一样 或纪念的更多一些 有人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 他在后世绝无福分 有人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 美好的生活 在后世也赏赐我们 美好的生活 求你保护我们 免遭火狱的心法 这等人 将因他的饮求 而享受一部分报酬 真主的确是 清算神速的 你们当在数日内 纪念真主 在两日内仓促 启程的人毫无罪过 延迟的人也毫无罪过 抉择的权力 专规敬畏的人 你们当敬畏真主 当知道你们将被 集合在他那里 有人谈论今世的生活 他的言论是以赞叹 他还求真主 作证他的从心 其实 他是最强悍的仇敌 他转脸之后 图模不轨 柔令庄稼 伤害身须 真主是不喜爱 作恶者的 有人对他说 你当敬畏真主 他就因恼羞而犯罪 火欲将使他满足 那握辱真恶对 有人为求真主的喜悦 而自愿捐躯 真主是仁爱 众福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全体 入在和平教中 不要跟随 恶魔的步伐 他却是你们的 民敌 如果你们在 民政将领之后 被判 正道 那么 你们当知道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锐的 你们只等待 真主在容音中 与众天神同己将领 事情将被判决 一切事情 只归真主安排 你问以色列的后营 我赏赐过他们 若干 明显的迹象 真主的恩典降临之后 凡家已变更的人 真主必定惩罚他 因为真主的刑法 却是严厉的 不信道的人 为今世的生活所迷惑 他们嘲笑信道者 复活日 敬畏者将在他们之上 真主将无恋地 棍及他所抑郁者 世人 原是一个民族 此后 他们信仰分歧 他们信仰分歧 故真主派 先知 所报喜者和警告者 凡仗是他们 包含真理的经典 以便他为世人判决 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唯一曾受天经的人 在民政占领之后 为互相忌妒而对天经意见分歧 故真主以自己的意志而引导信道理 必得明了他们所争论的真理 真主引导他所抑郁的人走向正路 你们没有遭遇过前人所遭遇的祸患就猜想自己得入乐园了吗 前人曾遭受困难和祸患曾受震惊 甚至识者和信道的人们都说 真主的援助什么时候降临呢 真的 真主的援助却是临近的 他们问你 他们怎样费用 你说 你们所费用的财产 当费用于父母 至今 孤儿 平民 旅客 你们无论行什么善功 那却是真主所全知的 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 也许你们厌恶一件事 而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益的 或许你们喜爱某件事 但那件事对于你们是有害的 真主知道 你们却不知道 他们问你 近月内可以作战吗 你说近月内作战是大罪 妨碍主道 不信真主 妨碍朝近近似 驱逐近自区的居民 出境 这些行为 在真主看来 其罪更大 迫害是比杀戮更残酷的 如果他们能力充足 势必继续的进攻你们 务使你们 叛教 你们中 谁叛政教 至此还不信道 谁的善功在今后 两世 完全无效 这等人是火域的居民 他们将永聚其中 信道的人 离别故乡 而且为主大而奋斗的人 这等人 他们的确希望真主的慈恩 真主是制舍的 是制辞的 他们问你 因酒和赌博的律列 你说这两件事 包含着大罪 对于世人 都有许多利益 但其罪过比利益还大 他们问你 我们应该施舍什么 你说 你们施舍 剩余的吧 真主这样为你们 缠迷一切迹象 以便你们思维 今世和后世的事物 他们问你 怎样对待孤儿 你说 对他们改善 他们的事物是更好的 如果他们 与你们是合伙 那么你们应当继续 他们是你们的教包 真主能判别 破坏的人和和善的人 假如真主抑郁 他必使你们烦难 真主却是万能的 却是质锐的 你们不要娶 以物配主的妇女 直到他们信道 以信道的奴婢 的确胜过 以物配主的妇女 即使他是你们爱慕他 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以物配主的男人 直到他们信道 以信道的奴婢 的确胜过 以物配主的男人 即使他是你们爱慕他 这等人叫你们入伙 我欲 真主却随意地 叫你们入乐园 和得到奢幼 他对于世人 产明他的迹象 以便他们觉悟 他们为你月经的律律 你说月经是有害的 孤在经期中 你们应当离开妻子 不要与他们交接 直到他们清洁 当他们清洁的时候 你们可以在真主 所命你们的部位 和他们交接 真主的确实爱 悔罪的人 的确喜爱清洁的人 你们的妻子 好比你们的田地 你们可以随意地干重 你们当预先为自己而行善 你们当敬畏真主 当知道你们将与他相会 你当向信誓们报喜 你们不要为自己的门事 而以真主为障碍 以致不能行善 不能敬畏 不能调节 真主是全从的 是全知的 真主 真主不为无意的事业而责备你们 但为有意的事业而责备你们 真主是智赦的 是智忍的 门事不与妻子交接的人 当期待四个月 如果他们回心转意 那么真主却是智赦的 却是智慈的 如果他们决意修期 那么真主却是全从的 却是全知的 被修的夫人 将等待三个月经 他们不得隐晦真主 造坏了他们的子宫里的东西 如果他们确信真主和末日 在等待的期间 他们的丈夫是 应当实意的挽留他们的 如果他们愿意重归就好 他们应想合理的权利 也应尽合理的义务 男人的权利要比他们高一级 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瑞的 休期是两次 此后应当以善意挽留他们 或以优理解放他们 他们已经给过他们的财产 丝毫不得取回 除非夫妻两人 恐怕不能遵守真主的法度 如果你们恐怕他俩不能遵守真主的法度 那么他以财产熟生 对于他俩是毫无罪过的 这是真主的法度 你们不要违反他 谁违反真主的法度 谁是不义的人 如果他修了他 那么他以后不可以做他的妻子 直到他嫁给其他的男人 如果后夫又修了他 那么他再嫁前夫 对他俩是毫无罪过的 如果他俩猜想自己能够遵守真主的法度 这是真主的法度 他为有知识的民众而阐明了他 当你们修妻而他们戴红清满的时候 你们当以善言挽留他们 或以忧理解放他们 不要为妨害他们而加以挽留 以便你们侵害他们 谁做了这件事 谁却以自欺了 你们不要把真主的迹象当作笑柄 你们当铭记 真主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铭记他降世给你的天经和智慧 用意教训你们 你们当敬畏真主 当知道真主对于万物是全知的 如果你们修妻而他们戴红清满 那么当他们与人依利而互相同意的时候 你们不要阻止他们嫁给他们的丈夫 这是用来归劝你们中确信真主和后世的人的 这对于你们是更相依的 是更纯洁的 真主知道你们却不知道 做母亲的应当替 哺乳妻妹的人 哺乳 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 做父亲的应当照列 供给他们一时 每个人依自己的能力而加以责成 不要使做母亲的 为自己的婴儿而吃亏 也不要使做父亲的为自己的婴儿而吃亏 如果父亲死了 继承人应付同样的责任 如果做父母的御医协议而断辱 那么他们俩毫无罪过 如果你们令故如母 捕入你们的婴儿 那么你们毫无罪过 但需交付 应给的工资 你们当敬畏真主 当知道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中弃势而遗留妻子的人 你们的妻子当期待四个月零十日 当带婚期满的时候 他们关于自身的合理的行为 对于你们毫无罪过 真主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置的 你们用含蓄的言词 向带婚期中的妇女求婚 或将你们的意思隐藏在心里 对于你们都是毫无罪过的 真主已知道 你们不久要向他们提及婚约 故总许你们对他们有所表示 但你们不要与他们定密约 只可说合理的话 不要递接婚约 直到手持其满 你们当晓得真主知道你们的心事 故你们应当防备他 并当知道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容的 你们的妻子 在你们为与他们交接 也为他们决定聘议的时候 如果你们修了他们 对于你们毫无罪过 但需以礼仪赠给他们 礼仪的伯后 当斟酌丈夫的贫富 一礼而赠予 这是善人所应尽的义务 在与他们交接之前 在为他们决定聘议之后 如果你们修了他们 那么你们应当以 所定信义的半数赠予他们 除非他们加以宽勉 或守地婚约的人加以宽勉 宽勉是更敬于敬畏的 你们不要忘记互惠 真主确实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当谨守许多败工 和最贵的败工 你们当为真主而送福的立正 如果你们有所畏惧 那么可以步行着 或齐全地做礼拜 如果你们安全的时候 当以真主所交你们的礼仪 而纪念他 你们中弃势而遗留妻子的人 当为弃势而遗嘱 当供给他们一年的意识 不可将他们驱逐出去 如果他们自愿出去 那么他们关于自身的合理的行为 对你们是毫无罪过的 真主是万能的 是聚锐的 凡被修的妇女都应该得到一份照列的礼仪 这是 敬畏的人应尽的义务 真主 为你们这样阐明他的迹象 以便你们了解 你没有知道 那位怕死而整尖整万的 从自己家里逃出去的人吗 真主曾对他们说 你们死亡吧 死后又使他们复活 真主对于世人 确实有恩惠的 但世人大半不感谢 你们当为主道而战斗 当知道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职的 谁以善债借给真主 他将以许多倍偿还他 真主 能使人卷迫 能使人宽裕 你们只被招归于他 你不知道摩西亚死后 以色列人中的领袖吗 当时 他们对一个同族的先知说 请你替我们立一个国王 我们就为主道而战斗 他说 如果战斗成为你们的定制 你们会不战斗吗 他们说 我们已被敌人驱逐出 故乡 复离子散 我们怎能不为主道而战斗呢 战斗已成为他们的定制的时候 他们中除少数人外 都已经违背命令了 真主是全知不义的人们的 他们的先知对他们说 真主 确议为你们立 塔鲁特为国王了 他们说 他怎么配做我们的国王呢 我们比他更配做国王的 况且他没有丰富的财产 他说 真主确议选他作为你们的领袖 并加次他渊博的学识 和强壮的体魄 真主常常把国权赏赐给他所抑郁的人 真主是宽大的 是全知的 他们的先知对他们说 他的国权的地迹象 是约会降临你们 约会里有从主降下的宁静 与摩扎的门徒和哈伦的门徒的遗物 众天神载负着他 对于你们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如果你们是戏事 当塔鲁特统帅军队出发的时候 他说 真主必定以一条河实验你们 谁饮河水 谁不是我的部署 谁不常河水 谁却是我的部署 使用手捧一捧水的人 不算违抗命令 此后他们除少数人外 都饮了河水 当他和信道的人 已渡过河的时候 他们说 今日我们绝无能力 敌对查鲁特和他的军队 有些战士 确信将来 必定和真主相会 他们说 少数的部队赖真主的幼主 往往战胜多数的部队 真主是与坚忍者同在的 当他们出去与查鲁特 和他的军队交战的时候 他们祈祷说 我们的主啊 求你把坚忍住在我们的心中 求你是我们的步伐稳健 求你对不信道的民众上 援助我们 他们借真主的幼主 而打败敌人 打乌德杀死查鲁特 真主把国权和智慧赏赐他 并把自己所抑郁的知识 教授他 要不是真主 以世人互相抵抗 那么大地的秩序 必定紊乱了 但真主对于全世界 是有恩惠的 这些是真主的迹象 我本真理而对你宣读他 你却是纵实者之一 这些识者 我使他们的品格 互相超越 他们中 有真主曾和他们说话的 有真主提升他若干等级的 我曾以许多名震赏赐 玛严之子而杀 并且以玄灵辅助他 假若真主抑郁 他们的信徒在名震降临之后 必不互相残杀 但他们意见分歧 他们中有信道者 有不信道的 假如真主抑郁 他们必不互相攻击 但真主是唯一所欲为的 信道的人们啊 没有买卖 没有友谊 以不许说情的日子降临之情 你们当分舍 你们的财产 不信道的人 却是不义的 真主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永生不灭的 是维护万物的 瞌睡不能侵犯他 睡免不能克服他 天地万物都是他的 不经他的许可 谁能在他那里替人说情呢 他知道他们面前的事 和他们深厚的事 除他所启示着外 他们绝不能魁克他的玄妙 他的知觉包罗天地 天地的维持 不能使他疲倦 他却是至尊的 却是至大的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 因为正邪却已分明了 谁不信恶魔 而信真主 谁却已经把握住了坚实的 绝不者断的把柄 真主是全聪的 是全知的 真主是信道的人的护佑者 使他们从重重黑暗走入光明 不信道的人的护佑者是恶魔 使他们从光明走入重重黑暗 这等人是火域的居民 他们将永聚其中 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人吗 真主把国权赏赐他 故他与伊布拉新争论他的主 当时伊布拉新说 我的主能使死者生 能使生者死 他说 我也能使生的死 能使死者生 伊布拉新说 真主的确能使太阳从东方升起 你使他从西方升起吧 那个不信道的人就哑口无言了 真主不引导不义的民众 难道你没有看见那个人吗 他经过一个荒凉而颓废的城市 他说 真主怎样是这个以此的城市复活呢 故真主使他在死亡的状态下 逗留了一百年 然后使他复活 他说 你逗留了多久 他说 我逗留了一日或不到一日 他说 不然 你已逗留了一百年 你看你的饮食没有腐败 你看你的驴子 我要以你为世人的己相 你看这些河谷 我怎样配合他 怎样以肉套在他的上面 当他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 我知道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当时 以布拉辛说 我的主啊 求你招式我 你怎样使死人复活 真主说 难道你不信吗 他说 不然 我要求事业 以便我的心安定 真主说 你取四只鸟 使它们倾向你 然后在每座山上 安置它们的一部分 然后你叫唤它们 它们就飞到你的面前来 你当知道真主是万能的 是智瑞的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的人 也不忧愁 与其在施舍之后 上面铺着一层浮沫 一阵大雨之后 使它又变得又硬又滑 它们不能获得 它们所失血的任何报酬 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 施舍财产 以求真主的喜悦 并确定自身信仰的人 必如高云上的圆铺 他得大雨 便加费了结果时 如果不得大雨 小雨也足以能滋润 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中 有谁喜欢自己有一个 专门海藻树和葡萄云 西亚林柱和却能生产许多果实的圆铺 在自己已经老迈 而儿女还很弱小的时候 遭遇夹分的炫分 把自己的圆铺销毁无疑呢 真主为你们这样缠迷许多迹象 以便你们思维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分蛇 自己所获得的煤品 和我为你们从地下生产出的物品 不要责使那 除非闭着眼睛 为你们自己也不愿收受的 劣质物品用意施舍 你们当知道 真主是自足的 是可颂的 魔鬼以贫乏恐吓你们 以丑事命令你们 真主却应许你们奢诱 和词汇 真主是智大的 是全智的 他以智慧赋予每个 他所抑郁的人 谁禀赴智慧 谁却以获得许多福利 唯有理智的人 才会觉悟 凡你们所试的费用 凡你们所发的试运 都却是真主所知道的 不义的人 绝没有任何援助者 如果你们公开的诗学 这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秘密的诗集提名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这能消除你们的一部分罪恶 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引导他们不是你的责任 而真主引导他所抑郁的人 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 都是有利于你们自己的 你们只可为求真主的喜悦而施舍 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 你们都将享受完全的报酬 你们不受魁望 施舍应归那些平民 他们献身于主道 不能到远方去谋生 不明他们的真相的人 以为他们是富足的 由于他们不肯向人祈祷 你从他们的仪表 可以认识他们 他们不会喋喋不休地向人祈祷 你们所施舍的任何美物 却是真主所知道的 不分昼夜 不拘显宁的施舍财物的人 将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报酬 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吃利息的人 像中了魔术的人一样 纷纷颠颠地站起来 这是因为他们说 买卖恰降利息 真主总需买卖 而禁止利息 奋到主的训令后 九宗守禁令的 得以往不咎 他的事归真主判决 在奋的人是火域的居民 他们将永聚其中 真主耻夺利息 增加证悟 真主不喜爱一切孤恩的罪人 信道而且行善 并谨守拜公 完纳天课的人 将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报酬 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信道的人们啊 如果你们真是信誓 那么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当放弃 余欠的利息 如果你们不忠从 那么你们当知道 真主和 实者将对你们宣战 如果你们悔罪 那么你们得收回 你们的资本 你们不是亏望别人 你们也不要亏望自己 如果债务者是 准破的 那么你们应当 带他到宽裕的时候 你们若把他们所欠的 施舍给他们 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知道 你们当防备 将来有一日 你们将被招贵于主 然后人人都得享受自己 行为的 完全的报酬 而不受亏望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彼此间 成立定期借贷的时候 你们应当写一张借卷 请一个会写字的人 秉公贷写 贷书人不得拒绝 当宗照真主 所教给他的方法而书写 有债务者口述 他口述时 当敬畏真主 他的主 不要减少债额的意思好 如果债务者是愚蠢的 或老弱的 或不能亲自口秀的 那么叫他的监护人 秉公的替他口秀 你们当从你们的男人中 要求两个人作证 如果没有两个男人 那么从你们所认可的证人中 请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作证 这个女人遗忘的时候 那个女人可以提醒他 正人被邀请的时候 不得拒绝 无论债额多寡 不可厌烦 都要写在戒卷上 如果你们在旅行中借贷 而且没有贷书的人 那么可以交出抵押品 如果你们中有一人 信托另一人 那么受信托的人 当交出他所受的信托物 当敬畏真主 他的主 你们不要隐晦见证 谁隐晦见证 谁的心却是有罪的 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 你们的心事 无论加以表白 或加以隐晦 真主都是要 以他而清算你们 然后 要说诱谁就说诱谁 要惩罚谁就惩罚谁 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 使者确信 主所降世给他的经典 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典 他们人人都确信 真主和他的众天神 一切经典和众使者 他们说 我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 就都不加以启示 真主执意个人的能力 而加以责臣 个人要享受自己 所行的善功的家教 要遭遇自己所做罪恶的惩罚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不要惩罚我们 如果我们遗忘或错误 求你不要是我们负荷重担 犹如你是古人附和他一样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不要是我们的负担 我们所不能胜任的 求你饶恕我们 求你奢诱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你是我们的保护者 求你援助我们 以对抗不信道的民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